欢迎收看今天的台北百科全书 今天呢 我们正式的抽出号码 是抽到二号 台湾双赢大安胜利的二号 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的做了 第二次的open air 让大家进来看我们现场录音的尝试 因为呢 今天现场又有一个重量级的来宾 大家一起鼓掌 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沈柏阳 Puma老师 Puma现在非常的斜杠 最近还多斜杠了一件新的重大的任务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次被提名在不分区的第二名 然后希望能够以后为国家努力 我们是6号 今天邀请Puma来 我们节目的主题呢 就是我们要讨论 资讯战如何侵蚀台湾的选举 安的条目好不好 大家聊天室里面刷一排安 跟大家调查一下 请问这次选举 你总共进到投票所里面 你会拿到几张票 大多数人都比个3 就是总统票跟区域立委票 跟不分区立委票 我们立法院里面总共有113席的立委 然后呢其中 政党票的不分区立委总共占了34席 然后区域立委有73席 另外原住民族立委有6席 所以每个人有3张票 如果说你是这个非原住民族 你会拿到一张总统票 一张区域立委票 你的选区像大安区 你就会看到上面有写苗博雅的选票 第三张是选政党 你看到的都是政党的名字 然后再按照政党票的得票比例 来决定这个不分区立委 34席到底该如何分配 那如果你是原住民族的朋友 你会拿到一张总统票 以及一张原住民立委票 以及一张全国不分区立委 也是一样三张票 这一次立法院 大家都很热烈在讨论说 谁要做院长 国民党提名了这个韩国瑜 韩国瑜本人最近也有来到我们大安区 为这个国民党提名的罗志强来助讲 大家静下来 要思考 到底希望台湾政治的未来 怎么走 发想是什么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男朋友马文军 词仪批判我们这个国防部的 这个潜艰国党 这道理非常简单的 美国全世界北方的潜水体 迈到澳大利亚 3亿美金 一艘5亿台币 或者120亿台币 我们潜艰国党一艘5亿 你讲一个道理我听听看 美国人造的潜水体是全球最强的 一艘120亿 我们注意上要500亿 还要做8艘 马文军提出词仪 在人民党党全部攻马文军 很简单 大人踩路 就这么点 我们希望我们这小张是刚刚 进到密法院以后 一定要请听人民的声音 一定要用心去听会 他会在国人被吵醒 过去这几年真的是受够 一个三年疫情 要疫苗没有疫苗 要口罩没有口罩 要防护没有防护面具 然后呢 有些热心的中断反应 受不了的要进口疫苗 还知道 这是什么事 有个气弹 刚刚扎山正事长讲 把巴西进口袋跟台湾团混在一起 变成混蛋 这个像话呢 这个想要来问问看我们学长 韩国瑜做立法院长 的这个图像如果发生 可以接受吗 那应该会蛮惨的 因为现在各国议员 也都蛮喜欢来台湾 然后国会的参访等等之类 都是要由立法院长来接见 然后再来就是立法院长 又会是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大家也知道台湾的外交处境 比较艰难一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需要更多的 一点无鬼 就是不是政府对政府 但是办官方的这些 然后去接这些很多国外的县 或者说我们怎么去支持 海外的各式各样 这些跟民主有关的事项 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在马英九那八年 民主基金会其实对外的联络 可以基本上说全部断掉 所以在蔡英文这一个时期 其实花了很多的心力 把它建立起来 那在可预见的外来 应该要再全部断一次 那我们的外交体系 其实非常依赖 就是有这个立法院长往下延伸 然后跟外交部有关的 这一个民主基金会 他就可以想见这个 之后我们的外交处境 应该会变得非常的艰难 总而言之就是说 韩国瑜做立法院长 最大的问题 比如说好假设 捷克的参议院的议长 又来台湾 对不对 然后有台湾的立法院长 韩国瑜负责接待他 那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谈话的内容 就会成为国际媒体所报导的内容 他有可能会讲说 我们要跟中国好好的做朋友 然后不要跟中国这么对抗 就会成为了这个国际上所认知到的 代表的台湾的民意的想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民主基金会的问题 有点像是说台湾的外交的一种转运战 这个转运战断掉了或是暂停营业了 好那台湾跟世界各国的来往 可能就受到影响 我在想说他接见这些国外的这些议员以外 我最怕他到最后还说他来见政协的 这个才是对台湾更危险的事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2019他选总统的那一次 韩国瑜最大的粉丝团 是北京的政协的咨询委员指引 他以前就已经有政协的咨询委员 直接在帮他做脸书的这些资讯的播送 那如果说他在做到那个位置的话 那他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交流 我觉得应该对我们来讲是最恐怖的事 所以大家自己想一下 就是韩国瑜当院长 对台湾可能造成的影响 真的不是只有膝盖走路 或是睡到中午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韩国瑜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当上院长 只要民进党没有过半 他应该就会当院长 你认为这个柯文哲也会支持他当院长 他有说他会支持 所以对他们来讲只要是三党不过半 那应该就是韩国瑜当院长 搞不好黄珊珊当副院长 然后黄国昌当总干事 好可怕 搞不好黄国昌副院长啊 这也有可能 但他可能更想做有点奇怪的法务部长的位置 我还是要科普一下就是黄国昌一天到晚说要打币案 但是法务部长不是打币案的位置 他应该是去做检查总长 检查长检查总长才是打币案的 法务部长如果先去指挥检查总长打币案 这个叫刑部 这个叫法务部 法务部长比较像是像每个公司都有法务 它是国家的法务 它是要针对法律提供正确的见解 那连法务部长都不知道做什么 要怎么提供一个国家提供的法务 大家在讲说有没有所谓的中国介入 这是台湾的选举 那在聊这个的时候 我就真的很忍不住 想给大家看一下罗志强先生 因为他最近刚好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又被法院打脸 因为之前在9月份进口蛋事件的时候 当时有人在网路上po一张图片 就是说 我的蛋打开来是绿色的 然后旁边附一个巴西国旗 然后那贴文po出来之后 很多人就说 不是啊 那个照片后面那盒蛋 它上面有打那个红色的编码 这是国产蛋才会打那个红色编码 行政院长陈建仁就被媒体问到这个问题 陈建仁就回答说 现在网路上假讯息很多 大家真的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的查证 结果罗志强就跑去提告 他说陈建仁在散布谣言 所以要告他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那后来在11月8号的时候 台北立方法院就裁定说 不罚 小强被打脸 那这被打脸呢 其实不是第一招 这个拎北好友假恐吓的时候 罗志强就第一时间把那个哭泣照片 跟苗伯雅的照片合成一张 漂亮的图文 po在他脸书上 然后说 看看拎北好友 苗伯雅你怎么不惭愧呢 最后天网恢恢啊 找到 原来拎北好友是跟国民党的网军头子 许哲兵来合作 自导自演的一个假恐吓 还终于还我清白 那为什么讲这件事情 是因为 很多人都在怀疑说 是不是有一部分的成分 是来自于在网路上面 有系统有组织的操作 那尤其是在那个 国民党的网军头许哲兵 被这个查出说 可能有签字账号啊 这些等等的 学长你怎么看 像包括鸡蛋啊 这些或潜见国造 的这些事情 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他后面真的有一些 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这几个案例 刚好每一个都不太一样 像潜见国造的话 比较偏向是 国内的政治工坊 但是 都是假消息 他们讲了这一个 说我们花了500亿 然后说别的国家花几亿 他没有想到的是 你需要造一造潜见 你需要有很多 相关其他的产业 像澳洲那时候 开始准备做的时候 连潜见本身都还没有 光是前置作业 就要370亿 而且不是台币 所以 简单来讲就是 你那个前置作业 全部加起来以上 它绝对超过 我们的500亿的金额 所以他们当然是 故意糊弄这件事情 不过这当然就是 国内算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政治工坊 但如果说是像鸡蛋 鸡蛋就是一半国内 一半中国 最浅见的 就是反倒没有中国在后面 浅见后来才有 它比较晚 那中国有时候 只要介入的太晚 就通常成效不长 所以就是每一件事情 它的那个中国 涉入的程度 会不太一样 那林北好游之所以有趣 是因为 林北好游 它所属的 这一个地方的势力 跟中国的关系 非常的好 对当地农民的影响 其实非常的大 然后他们一直以来 他们散布的这一个舆论 或者说散布农业相关的资讯 其实是比较偏中性的 他平常都装中性的网红 那他关键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倒戈 那这个是写在 中国的解放局的playbook上面 今年在微软的报告里面 都有写说 中国的战术里面怎么样 比如说先演极端分子的人 有演中立的人 有演第一次才知道 这些事情的人 他每一种人 都有不同的人设 而且都是网红 然后用不同的网红 来操作这些议题 大家要知道 中国在做这些操作的时候 他大概有几个议题 是已经铺陈很久的 比如说 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这个议题铺陈了 大概超过半年了 然后说台湾 才半年吗 有一个好像铺陈很久了 对的 因为每天都会看到 然后再铺陈 这个台湾治安不好 这个也非常久了 还有台湾花太多钱 在外交 这个铺陈了大概七八个月 那他这个铺陈是怎么铺的 早期都是用内容农场 后来用facebook比较多 然后facebook开了山之后 都用youtube 然后现在因为youtube 已经开始在移除这些频道 youtube从1月到9月 总共移除了中国 五万八千个频道 因为铺陈需要量 他不需要精准攻击 但他需要大量的东西 放在网路上 所以后来youtube不好做之后 他就最近都是做tiktok 我tiktok就跟这个罗 差强有点高的关系了 他的tiktok 每天都会产生超弱片 在骂我 对 那他做了tiktok之后 譬如说他今天放入的资源 他可能只能获得 跑40万或者50万的观看 但如果我是中国 我就让他变成4000万的观看 所以他用演算 他不用真的去制造任何的假消息 他只要把我刚刚讲的那几个议题 只要国民党或者民众党有在做 他就让他把它冲到前面 就是灌他的那个浏览 那这个量体够大 铺陈就够多 然后铺陈够多之后呢 等到关键的时候 你只要丢一个假消息 然后这个假消息 可以跟前面的有共鸣 他就一定会少 那我觉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 就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知道 就是说我只要放这些资源 我可以不成比例的被放大 那但是问题是这个放大 不是靠你自己的实力 也不是靠真正的民意 而是靠这些有的没的演算法的帮助 我觉得这个就会变成有点像在吸毒 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不健康的民族讨论 但你以前泼脏水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大 你这样一泼脏水 别人可以把你放到那么大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方便 所以要进入真正的政策讨论 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觉得国民党吸这个毒 吸太久了 吸毒一定会有后遗症 也就是说 他会渐渐的 共产党就是会去裂解国民党的内部 然后会取代他 国民党吸这个免费流量的毒 之后会被裂解 这是什么意思 国民党多少还是有这个 所谓的 本土派 然后对于这一个中国 其实是认为说不能够跟中国站在一起的 就是我们有讲叫三红一蓝 在韩国瑜崛起的那一年 那个蓝慢慢被洗成红 他对中国的依赖变得越来越深 然后有一群人就说 没有我们不应该再依赖中国 我们就自己拼 我们来打价值 但这些事情就不断被打压 你看2020 那时候江启成在的时候 他说他要把中国国民党 那个中国两个字拿掉 哇 那个得到的反弹有多大 他完全不能做 然后不能做之后呢 你看他现在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那今天国民党他在地方上要做绑装 那要绑装也是需要经费 那这些经费渐渐都没有了以后 那他要怎么绑装 他照理说应该去想别的方式 但这时候中国就一定会觉得说 你不能绑装 我可以绑装 那如果今天共产党可以去接触 我们大量的地方的这些团体 他等于形同在做绑装的行为 那对国民党来讲 当然就很好嘛 就至少有人可以帮我绑住这些人 但久而久之这些人 他到底是听谁的话 他可能是听共产党的话 他不是听国民党的话 那你国民党就会被取代 刚有谈到抖音啦 有谈到TikTok 因为我也现在开始在YouTube跟IG上面 放短音音了嘛 那就有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把你这些已经做好 短音音放在TikTok 现在确实就是在台湾看TikTok的选民 数量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可是我心里就有一个 有点过不去的地方 就是不想把我的支持者带到抖音上 现在想要请教学长 你觉得我 我们现场的观众 或者是跟我们立场比较相近的朋友 应不应该加入抖音这个战场 理论上是不能够在敌人的战场跟敌人作战 因为那是敌人的战场 但光是TikTok 台湾应该是600万的用户 就跟微信差不多 我觉得这已经是不容忽视啦 麻烦的就是刚刚讲的 因为其实是 你会让其他人也进去到这一个地方 进去到这个地方 你光是下载TikTok这个APP 其实对大家的手机本身就是一个危害 你就等于中毒在你的手机上 全台湾都装TikTok 那就跟全台湾用微信一样 是一样危险的事 这是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如果大家的资安意识是不足的 贸然的去安装TikTok 这个是应该是万万不可 但是如果说今天只是为了要影响来讲的话 我当时的策略是这样 我有一个朋友在 那个拉斯维加斯大学那边教书 然后他就是做这个survey去调查 说就是用TikTok跟没有用TikTok的人 对中国的这个想法有没有不同 对会不会是用了TikTok就爱中国 然后不用TikTok就不喜欢中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TikTok很危险 对对对 结果他做出来以后发现 对中国国民党跟民主进步党的支持者没差 那没差的意思就是说 譬如说民进党的支持者 因为他对于中国的意识 已经被他政党所决定了 所以他就算用TikTok 他还是不喜欢中国 基本上他的敌我意识非常的坚定 但是有两种人会被TikTok影响 一种就是中间选民 另外一种就是 民差党支持者 当然我觉得因为民众党支持者 跟这个中间选民有一定重叠 那当然这个结果是不太意外 而且因为也有可能倒过来 他是因为他喜欢中国 所以他采用TikTok 他英国有可能是倒过来的 因为这只是一个相关性而已 这跟中国的向来统战的战术是一样的 我一定是拉中间的人 我不用去拉极端的人 极端的人他不会被我影响 所以对他来讲 不断的去拉拢中间的人 绝对是他进攻台湾最重要的目的 刚刚讲到说 没有特定政党认同的人 会抗拒听到这样子的题目 你讲国防政界 你讲抗中保台 你就是在骗选票啦 你就是在卖芒果干 所以现在也变得好像 选举当中 国防两岸外交的议题 好像真的都消失掉 你怎么看就是 抗中保台现在对于有些人来说 好像已经变成笑话 我觉得对一般人民来讲 他就是要过生活 过生活他的薪水 他今天房子到底能不能够租到比较便宜的 这绝对是他生活最关心的事情 所以对这些人来讲 他说你不要一直在讲国防的事情 你跟我多讲一点民生经济 我觉得这个超级 make sense 但是我觉得作为 就是至少是知识分子的人 他们这些人都知道台湾的防是有危险的 然后台湾是有一个恶邻居在那边 他也知道我们做的工作是重要的 但他们为了个人的选票 或者为了个人的流量 他就故意拿这个事来取消 对他们来讲 他们就是一定要把抗中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笑话 然后在渐渐喜 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你看这些中国的影片 中国也有婆媳问题啊 他们跟室友相处 跟我们在台湾跟室友相处 好像也很像啊 用那种软性的方式 让大家感觉到 就是中国的生活 离我们其实是很近 这几年是铺天盖地的做 但偏偏 台湾共鸣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那说真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在地方上一直办活动 我们去年一整年办了450场 就是到处一直讲一直讲 去开课啊等等之类的 就一直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面对的威胁 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 很简单是因为 那时候普丁之所以愿意 要去打乌克兰是因为 他认为乌克兰人会投降 他如果投降了 我只要打三个月 甚至打一个礼拜 所以他认为 洗脑的越成功 越多人想要投降 他越想打 那台湾已经快要到那个地步就是 因为台湾 毕竟来讲 就是有一群人 本来就比较轻重 乌克兰本来也有人轻二 但是2014年克里米亚被拿走之后 这群人的声音整个被弱化 因为就像 如果我们今天花莲会进门被拿走了 大家也没有人会 也会认为说中国是朋友 但是台湾没有那个moment 所以台湾这个声音本来就很大 所以对中国来讲 譬如说这边有三成 他只要能够再把这个三成 往上加到四成 对他来讲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兵时机 所以我觉得要挡这件事情是 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然后我们时间其实不太够 要一直去拉住他 但是自从TikTok越来越红之后 这个速度大概跟施速列车一样 我觉得是很难拉回来 那你觉得你未来进入立法院之后 到底你会想要推动什么 你想要做什么来回应你这关心的议题 其实说真的 对于平台的管制 这个基本上还是一定要有 就跟欧盟的数位服务法很类似 其实以前在Facebook 然后在IG 然后在YouTube 这个很好挡是因为 你可以去美国国会 告诉他说这个问题在哪里 那这些公司就有压力 有压力他就在亚洲的部门 就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非盈利组织就可以去合作 然后去把这些东西 慢慢的把它移除啊 等等之类的 但是TikTok你不可能跟他合作 因为你不能去中国的人大 我们一起来抓中国王军好不好 所以这一方面 如果没有类似 Digital Service Act来做的话 我觉得很难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金流一定要挡 因为中国的金流一进来 太多人会受到金流的引诱 他让你赚保保 赚保了之后就叫你签东西 你签东西你就要在台湾 开始讲一些亲中的话 但这个是法律跟道德的界限 就是他很多时候 不一定是用法律可以处理 那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基本的敌我意识 如果在台湾不存在 你要推任何的法案 或者说你要做任何的道德要求 那个反弹都会非常的大 这可以说是台湾一个 我觉得算是一个悲哀 就是说我们在2014年那个moment 没有把那一个士气延续下来 他是一个反新自由 反中国又反黑箱 结果反中国被拿掉了 反新自由也没人讨论了 然后全部都只剩 现在只有反黑箱 只剩反黑箱 然后那个时候出名的政治人物 现在把我们带到一个 完全不对的境地 这个其实是让台湾的民主 至少停滞10年 在近年我们有听到一些声音 觉得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像你刚刚讲的嘛 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这已经铺陈一段时间了 可是确实现在台湾有蛮多的这种 所谓的网路意见领袖 都会说他们有这样子的感觉 说对啊我觉得我只是讲一下批评 人民批评政府天津地 为什么我就要受到围剿 那你对这样子的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 第一个就是 网路世界这件事情 当然变得比以前更可怕 这是一定的 我小时候都还是BB Code 的时代 你小时候 我那时候就算我讲了什么话 也没有人会管我 必须讲 就是说你现代想了什么东西 有可能其他人的批评是马上就来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台派的焦虑也是很真实的 因为就像我的焦虑很真实 我会觉得说 其实台湾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无论如何这个焦虑 一定会反映在你看到有些言论 可能你觉得他怎么会轻松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不被批评的自由 它不是言论自由的一环 很多人没有经历到 真的是以前那个言论管控的时代 就是说我今天所谓没有言论自由 应该是我一旦写了什么东西之后 就把我抓起来 然后就掉在那边毒打 这个才叫没有言论自由 其实作为网红 他不一定有承受批评的能力 因为这完全是两件事 他红不代表他有承受批评的能力 所以他可能很容易觉得受伤 其实说真的就算应该帮助他 就跟在数位性骚扰一样 这些人应该是被害者 是需要被帮忙的人 然后被帮忙之后再慢慢告诉他 这其实不是一个真的言论自由的限制 你只是你讲的话 别人想要反驳你而已 那更不要讲说测译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 测译这个问题也是被反对党极大化 譬如说在以前 PTT正黑版写文章比较有名的人 那些人也是测译 网路意见领袖 立民的网路意见领袖 以前没有这些人的时候 在路上也有人 以前那个像王笨虎那一个时代 那时候的政论节目 如果说真的叫测译 那这些人都是测译 狂热的政治的支持者 然后每天想要评论政治的人 是在有民主时代就已经有的 那这些人却被把他放大 然后说这些人就是测译 然后他败票 然后他造成那个什么 大家之间的极化 我觉得是过度放大测译的 这一个term 然后想要去污名化 只是也会有蛮多人问说 好啊那不然 就算你讲这些问题是真的 可是现在的政府 没有拿出解决的方法 所以民进党过去到底是少做了什么 那未来还要再做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第一个中国的手法就是千变万花 可能没几个月就变一次 法律要应对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现象 我们就觉得 诶是不是要推某一个法律 等到法务部啦什么等等之类的 大家都讨论完要送院的时候呢 这个手法已经没用了 已经没用了 但是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 你要折冲嘛 而且反对党他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 声量会过来 所以他们的做法 民进党政府的做法就是 好你讲了这30条 有4条我觉得可以一定先处理 所以他们就是 譬如说把这个4条 譬如说有一些定到两岸条例 有一些把它定到反渗透法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是 你可以说就是这方面做的还不够好 但其实他已经有至少4条左右 是已经在法律上面 大家看到最近很多被调查的案件 因为反渗透法 他能够适用的期间是选举期间 现在被接触的里长 他要影响到选举 是要等到4年以后了 我觉得 现在会影响选举的里长 是4年前被接触的那一批 但是无论如何 它至少是一个开始 我觉得让民众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推修法才会有效 那所以这是两边都要做的行动 光是完全执政 也没有办法一蹴可及 所以今天很高兴访问到 沈柏阳学长 那么下个星期的统一时间 星期三晚上9点半 我们台北百科全书 现时上会再相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如果想要收看我的质询影片 或是了解其他时事分析 欢迎追踪我的YouTube频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FB 或是加我的LINE 第一时间让你获得最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